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奶奶有吩咐 我们这做吓人的不敢不听啊 你就没想过 这件事情要是让大奶奶知道了会怎么样 长副官你饶命 长副官你饶命 你可千万别跟我告诉大奶奶 我求你了 我可以不告诉大奶奶 你还敢给乌奶奶煎药吗 不敢了 不敢了 回头我就跟她说让她另找别人 大不了我把这块现打羊退款给她 还说没拿乌奶奶好处 我求这张臭嘴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是 但是 乌奶奶刚进门的时候吧 她不出来吃饭 后来呢 厨房呢 就让我给她送饭 乌奶奶就让我给她煎药 还说呢 不让我跟别人说 这样就给了我一块现大洋 说 说以后还给我 我也不能断了你的财路 以后你接着给她煎药 那起来 起来 起来 但是你以后不能给她煎这个药 把她全扔了 好 给她煎我给你拿来的新药 还敢犹豫 想死啊 吴奶奶 赶紧趁热喝了吧 没被人盯着吧 没人 我的眼睛尖着呢 您就放心吧 这味怎么跟平时不一样啊 我怕您喝着苦 我顺手呢 就给您抓了几罐冰糖 放到里面了 谢谢了 张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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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喝了吗 喝了 我跟您说啊 这吴奶奶嘴可真厉害 要不是我机灵 就您还药的事儿 恐怕要露下 我都是为你好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煎的这个药 让人知道了不会要你的命 以前煎的那种 要是让旅长知道 会杀了你全家 你干吗 还要再整啊 旅长 我今天从马上摔下来 你都没问一声 睡不着我们就接着再整 我今天 见到四奶奶照片了 没事 你跑那儿干吗去 他们打麻将三缺一 让我过去 不 输了还是赢了 我又不会打 明天教你 把他们钱都赢过来 我不稀罕钱 那要个屁啊 四奶奶照片 唱戏时候照的 可真俊 你还醉了个屁 我生不了儿子 我想要照片 行啊 行啊 等你给我生了儿子 我就带你去西安 照 照一落 照 旅长 我现在就要照片 骑着大马照 麻烦了 那还要从西安去请师傅呢 旅长 我现在就要照照片 我现在就要 行行行行行行 行啊 明天派个人到西安去给你请师傅吧 行了吧 赶紧睡睡睡睡 累个腰酸腿疼子 睡 好 还好 都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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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好了 快 好 坐稳 别动了啊 好 看我这儿 一 二 三 好嘞 来 慢点点 小心 母娘 母娘 我照得好吗 好啊 该你了 快点 母奶奶抢 爹 母娘要照相了 好好好照 照好留赏 母奶奶抢 这马不会乱跑吧 不会 不会 我帮您牵着 来来 我来我来 你慢点啊 母奶奶 来 走 张副官 你站在一边去 我这么大个人 骑个马还让人拉着 照出照片来不让人笑话 来 母奶奶 这个马特别老实 我昨天专门给你挑的 好 好 好 走这儿啊 走这儿 一 二 三 母娘 母娘 别打死母娘 别打死母娘 闪开 救命 救命 你怎么都死你啊 爹 你 表哥 我妈的 我妈的敢崩塌你 你都死了你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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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奶奶她不会跑的 老鼻 人都已经跑了 她看电视跟你闹是玩的 人都跑了跟我玩什么玩 我老子已经崩了你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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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说 我说 我前两天我陪五奶奶上街 她专门去药店开了药 开的就是那种 让女人能能 尽管怀上孕的药 她一心一意想为你传送接代 有这份信她不会跑的 秦磊 秦磊 你说都真的 把钱给她去 我跟大奶奶汇报过这个事 你不信你问咱 我会问 我不是问清楚 你是在骗我老爷 你不要打包着脑袋 天使 天资 这是怎么了 谁死了 柳大叔 柳大婶 天资 天资呢 天资 天资 乡亲们 你们知道天资去哪儿了吗 你们都说句话呀 呸 李大婶 你告诉我 天资去哪儿了 你还想害人害得不够啊 李大叔 求求您了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胡奶奶 刘天资 刘先生不是被征兵了吗 你不知道啊 征兵 看把他给装的 要不是因为他 能把刘天资征了兵 致命点性的就征刘天资一个人 你回来干什么来了 骑着高头大马 回来看笑话来了 你还少说两句 你想吃枪子啊你 李大叔 骗子真的被征了兵了 确实被征了兵了 全村的人都亲眼看见了 刘先生刚被抓走 刘校长就吐了血 没熬过第七天哪 没想到啊 你柳大娘也跟着熏了短剑 这不 大伙合计着 凑了点钱 是要把老两口给埋了 吴奶奶 你们其他的事儿我们就 李大叔 那刘天资 征兵征到哪儿去你知道吗 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吴奶奶 让天资去当兵 是大官的意思 咱老百姓咋知道啥消息啊 咱老百姓 乡亲们 启灵了 让柳校长和柳大娘走得痛快点 柳大叔 柳大婶 我对不起你们 我给你们磕头了 我对不起你们 爹 爹 范儿 你咋回来了 渴死我了 范儿 我先喝口水 范儿 渴了 爹 他是谁呀 那啥 你爹昨天给咱家添的你妈 他哪个囤子的 她是 你哪个囤子的 你妈她不是本地人 范儿 你打个招呼 范儿 范儿 来 喝水 从哪个窑子熟出来的 不是窑子 这是朋友帮忙给介绍的 具体是哪儿的我也没问 多大岁数了 比你小两岁 花了多少钱 三亩水浇地 不是 我女婿给我的地 我给卖了三亩 不是 范儿 你咋回来了呢 不是 我怎么一看当兵送你呢 逃出来的 逃出来的 你胆儿眼太大了 你敢从赵地长这儿逃出来 爹 舅舅 快回去 回去给赵地长这个错 以后别犯这种事情了 你不能连累你爹跟你妈呀 那是你妈 我娶你妈也是为了祖宗着想啊 我娶你妈也是为了祖宗着想啊 你妈已经答应我了 一定给我生个儿子 那放 放开你 听天跟你说 放啊 放啊 放 放 放 把她给我满了 是 你们谁敢帮我 我是你们的吴奶奶 对不起了 吴奶奶 我们是奉旅长之命 是 你凭什么帮我 凭什么帮我 今天是我爹五十大寿 我回家给我爹做寿 有什么不对 我告诉你们 别说是你们了 今天就算赵元庚来了 他也不敢帮我 我肚子里 揣着他们老赵家的小祖宗呢 你 嫂子 你可来了 你赶紧放了我吧 嫂子 看你多大人了 你 还哭上了你 嫂子 我求你了 你看那咱俩的情分啊 你把我给放了吧 我保证我跑得远远的 我不连累你 情分 什么情分哪 快别瞎说 隔墙有耳 你这个傻小子 你敢在旅长的枪口下救那丫头 你挺英雄啊你啊 说 你俩是不是有事 没有 十几年前就跟他认识了 他对你有救命之恩 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好上了 真没有 你糊弄鬼呢 你们俩没事你冒死救他 还编瞎话骗旅长 说他正在吃帮助怀孩子的药 是不是你在帮你表个重重啊 我哪敢干哪事啊 打死我我也不敢啊 嫂子 你可不能听别人瞎说啊 谁能瞎说呀 难道还有什么人知道你们俩的事 嫂子 我发誓 我跟他之间 我真没事 你要是也不相信我 我 我就只能渴死了 我的傻兄弟 你让那丫头给耍了 你还寻死 我告诉你 他自己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 你不是跟他们家熟吗 今天是不是他爹的生日啊 爹的生日 我不记得 你就等着你表哥赏你吧 赏我 可不 你表哥说了 要不是你 他就一枪把那丫头给毙了 那不是觉得他自己的肿吗 你不知道啊 那丫头回上了 你立了那么大的功 你表哥能不赏你 咋来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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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咱们蒸三十斤面的瘦糖 我跟你们说 这三十斤面的瘦糖 要是蒸出来 那五奶奶娘你爹 还不得吃一个月呀 五奶奶哭得还挺伤心 给那姓柳的校长啊 还他们家老婆子磕了头 然后才回到自己家 对了 五奶奶她的爹 昨天打瑶子里输出个女人 五奶奶好像挺不高兴的 不过高兴不高兴也没人看呢 也是柳屯这个保长啊 自己猜的 旅长 不过五奶奶 给这死的两个老东西磕头 可是大伙都看呢 这老娘磕磕真是 多大点事就想不开 这下可好 我倒成了饿上了 一会儿 你真怀上了 那马神仙算的还挺准的 这娘们儿 一进家门就抢你风头 今天啊 她要是敢跑的话 我肯定一枪蹦着她 人家招惹你了 她不招惹你了吗 我得给你出气啊 招惹我什么了 自从她进了家门 我清闲多了 要不然大白天的 你敢进我屋啊 那倒也是 老乔 我这两天 觉得有点不大对劲 怎么了 不舒服啊 不是 就是到日子了 没来事 你说我是不是也怀上了 那是喜事啊 喜个屁 这个月她就没上我这屋来 怀上了也是你的 五妹妹 二姐 快让我好好地看看你 你可真生气 只要是个儿子 往后这个家就让你说了算 孝四 到 你远着点后着 我跟吴奶奶说两句提起话 是 你 你不知道吗 我们家庞牙为了你呀 被她爹抽了一个大巴掌 牙差点没被抽掉了 怎么回事啊 你骑马那么一跑 旅长就把枪拔出来了 我们家庞牙死活护着 怕旅长打着你 这孩子这么好 这孩子这么好 五妹妹 你可记住了 二姐跟胖牙跟你一条心 等你把儿子生出来了 可别忘了我们娘俩 行啦 三十斤白面 两百个大枣蒸的大手套 给老丈人爹都送起来 还怎么着 谢谢旅长 谢谢旅长 今天真是老丈人爹五十大手 是啊 五十整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说都是一家人 这些事就应该早告诉我 是不是 干吗 什么干吗 没炸我吧 炸你了 你别信呢 信不信由不得你说 那得大夫说 一会儿大夫就到你去吗 什么大夫那么神呢 才几天 他耗得出来吗 你还抖医 忘了告诉旅长了 我姥爷就是大夫 小时候他养活我 人在哪儿呢 进来 我伺候他 可惜 我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死了 我说 就那药方子 让女儿怀孕的药方子 是你老爷留下的 谁告诉你的 又还谁告诉我的 你快感谢感谢你张继安吧 要不然他告诉我事情 就你这小命 早没了 还是在骗我 这个张继安真可恨 让他知道的事情都跟你说 丢死人 傻丫头 这主意你答对了 要想在我老赵家立足脚 你还就得生出一个儿子来 你信吗 你要真能给我生出一个儿子来 我当老佛一样的供着你 你也不错呀 没白跑一趟 还给姓柳的老两口送过一回中 都明白我怎么知道这事儿了 那不应该 这是在我老赵的地盘上 屁大点事我都该听 赶上了 你算是有交情的老人 怎么 我给他们磕个头不应该 应该 仗义 我喜欢你就因为 你骨子里是个爷们 我也知道 在骨子里面啊 你还惦记着那个柳天赐 没事儿 我想得开 只要肚子里面揣着我的肿 我不在意 我还实话告诉你 大夫我没请 这才几天呀 能耗出什么呀 这女人怀孕不怀孕 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信马神仙的 她说了 只要我把你能够取进门来 来年一定能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 我就信这子 干什么呢 刘天忆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叫柳天赐 叫什么都得死 士兵的名字 管什么鸟用 我问你在干什么 给父母写信 李他娘的 弟兄给他拼命 你在这儿装先生 老子毙了你 你 我来不保证 我去带他 他去做了 我去带他 和他的 去带他 他找到什么 我我们在这儿装 靠来 那我去球 我去球 我都走 我去球 我们在这儿装 搅这个球 之后 他已经看了 你不是逃生 看着你找不了我该怎么回来 二哥 保佑我 别让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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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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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子 你爹娘都死了 可别怪我 谁呀 是我 张婧衍 好你个小叔子 大晚上瞧嫂子的后床 我有急事 能进吗 你被抓回来了 我根本就没想跑 你 你没想跑 你没想跑 你整这厨干嘛呀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跟表哥编了瞎话 你就没命了 你知道吗 多管闲事 为了救你 我差点被枪毙 你 你竟然跑出去了 你回来干嘛呀 我要是不回来 我怎么知道柳天次在哪儿啊 你还想着柳天次呢 我问你 柳天次被抓去当兵 是不是你这个小子搞得贵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一心一意地为你 烙不了一点好 什么屎盆子 你都往我脑袋上扣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我表哥是史记者的老祖宗 我告诉你 从你说要回门的那一刻起 他就打定主意 要抓柳天次去当兵 怎么说 是我害了柳天次 我害了他们全家 你回来也好 你这次回来 那你可就别再想着往外跑了啊 你不说你怀上了吗 你就赶紧把肚子整大 好好做你的吴奶奶 也不妄我冒死救你一回 该说说完了 我 我走了 你等会儿 你怎么躲过那些站岗大兵的 我从后墙跳进来的 墙那边是大奶奶的房 墙那么高 你也敢跳 还不是为了见你 你再帮我一个忙吗 我已经帮你好多次了 你再帮一次就一次 你帮我打听一下 柳天次是跟哪个部队走的 在哪儿打仗的 姐 你好人做到底 你再帮我一次 我请我求你了 好吗 好 是三妹妹啊 这么晚了 我还当是谁呢 怎么 嫌晚来晚了 不欢迎啊 哪儿的话呀 走 咱们进屋屋说 胖烟在屋里睡觉的 咱们就这儿说 来 快 给三奶奶泄茶 算了吧 二姐 大晚上能喝的茶我就更睡不着了 你们先下去 我跟二姐说话话 是 怎么 老三 有事啊 二姐呀 我是个没人疼的 你要帮我呀 快别哭了 什么事啊 跟二姐说说 老五怀上了 你知道不 那哪儿能不知道呢 你知道他是怎么怀上的 怎么 他有个秘方 能帮着女人怀孕的秘方 二姐 按岁数 我比老五还小几岁呢 他能怀上我也一定能 我也想吃药 可是 我总不能跟他老五张嘴吧 二姐 我听说今儿个在跑马场 要不是胖鸭拦着旅长 旅长一枪就把老五打死了 但老五一定能念着二姐这个好 二姐 你就帮帮我 帮我把那个药方要来 让我也吃上吉父 是这么回事啊 你吃药管事吗 旅长不是半年没上你那屋去住了吗 你天天吃药就管事了 不是我说你啊 数你岁数小 你怎么就不知道上进上进 让旅长喜欢你呢 旅长不上你那屋去住 你光吃药就能怀上了 谁说他没去啊 前两天他就在我那住了一宿 真的 可不是 我绝不跟二姐撒谎 哦 我想起来了 那天旅长跟老五吵架来着 又在老四那吃了闭门羹 哦 原来他是跑到你那住去了 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我知道旅长平时不太喜欢我 可是万一再有机会 我帮他生个儿子 我看着家里以后 谁还敢欺负我 你要生出儿子来 你不得欺负别人呢 这个忙我帮不了 母奶奶领不领情的我不知道 你自己找他说去吧 二姐 你可不能不管我呀 我孙孙小自打进这个家以后 我对您像对我的亲妈似的 你犯屁 我有那么老呢 行了行了 你赶紧走 别吵着我闺女睡觉呢 二姐 二姐 你赶紧走啊 再不走我告大奶奶去 大半夜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不来书房 怎么能见到旅长了 瞎说 不是每天都见着我 每天早上给老太太请安 是能见上一面 可是旅长根本就不看我一眼 有些话我想说 也没机会啊 我都碎手了 还吃醋 我吃谁的醋啊 你就是再娶五个 她们也在管我叫大姐 我是原配 说 什么事 让我那五妹妹歇歇吧 那为什么呀 既然怀上了 就让她安心养胎 这不光是我的意思啊 老太太也那么瞎 老太太都知道她怀上了 你弄出那么大动静 又是开枪是放炮的 还派出八支队伍去追 老太太能不知道 那丫头的捣蛋 她如果不是怀着孩子 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你别嘴硬 我跟你这么多年 我知道你 你疼她 你还别说 那丫头啊 还是真招人疼 既然疼她 就让她安心养胎 为老赵家传宗接代 那可是头等大事 我老了 你一年到头不到我那儿 我也没啥 可是还有小的呀 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你都闲置不管不问的 别再闲出事来 你看我 又没规矩了 我怎么能教旅长 该干嘛不该干嘛呢 袁刚 你可别生我的气啊 好 干嘛呢 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呢 没有啊 我也就是有点感觉 还不确定呢 这就把你吓着了 我怕什么呀 你要是真的怀上了 那就是我们家祖坟上 长了耗子了 老乔 老乔 我就知道 没白跟你好一场 不是 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你得为我们以后盘算盘算 我一直盘算着呢 但我总觉得 现在不是时候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啊 我还得再往上爬 最好是能到大帅的身边 那样即使是东窗事发 赵远更也拿没办法 那时候啊 我再把你接过去 再给你买个院子 那咱们就神仙一样的眷里了 你还到什么时候 我已经同上活动了 怎么也得一两年 一两年 我要真是怀了孕 一两年 孩子都生出来了 秋香 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实在不行啊 我去弄点舍香 我听说这吃了舍香 孩子就没了 你不想我给你生孩子 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咱不能只图一只痛快 你看 我现在毕竟在赵远更手下 他有多狠毒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不小心的你我的命都没了 老乔 要是真怀上了 我不想说 小宝贝啊 我还是在考虑考虑 这小夫人就乱打了我 你走吧 再晚了就出去了 你不想我给你生孩子啊 你看 我现在毕竟在赵远更手下 你看 他有多狠毒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一不小心的你我的命都没了 谁啊 是我 小玲 进来吧 大半夜的 端个脸盆子来干什么 大奶奶让我给您送来的 她说 头上来您这打牌的时候 看到您的脸盆子 磕掉了个词 她还问我 是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摔脸盆子来着 我说不是 是我不小心磕掉的 她就让我送来一个新的给您 你今天说话怎么磕磕绊绊的 好 我好 我好 好 好 小药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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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